原标题 沉积买浑水摸鱼 赵国的新元平 从小就干鸡鸣狗岛 骗钱骗色的事 听说汉文帝宠爱公孙臣这样的得道中人 便胡乱学了几句术语 就上路去京城了 汉文帝听说有个得道高人求见 此时已走火入魔的他自然来者不拒 臣忘记前来 愿陛下万岁 新元平一出场 就显得与众不同 你忘见什么气了 文帝顺着他的意思问道 长安东北脚上 最近有神器阴云 结成五才 臣听说东北是神明所居住的地方 现在有五才汇聚 分明是五帝在那里 这是上天对咱大汉的后来啊 陛下可救地利庙 以求永远得到神的保佑啊 这些骗人的话 按理说像汉文帝这样精明 这样聪明的人 一眼就能识破 但他素来戏妖魔鬼怪 当年满腹经纶的贾义 总想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打动汉文帝 已得重用 但不料 汉文帝除了对他的鬼话良篇感兴趣外 对其举身灵天之灵策和过勤论都不是那么热忠 直到贾义感伤致死后才进一步实施与民休息政策 也算是对贾义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的 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朝政稳定了百姓安居乐意 无强难尽又得到安抚 四海生平 汉文帝保暖似神灵 听了新元平的吹嘘后 文帝二话不说 就让他负责在五彩聚集的地方建造庙宇 这下 新元平便充分发挥其与生俱来的建筑方面的才能 从选地到大兴土墓 他极尽奢侈之能是 庙宇建成后 汉文帝亲自去验手 丹田的妙语气势庞大 慈堂中共社中西南北中五各地 并配有青黄黑赤白五种颜色 黄地居种 涉汉为土德 跟着公孙晨走没有错 但这里面香烟缭绕 阴霾至极 人在其中便如身在云里屋里一般 好一片祥云的坠细啊 新元平抓准时机来了这么一句 这句马屁拍的正事时候 汉文帝文言大悦 当即封新元平为上大夫 随后在新元平的帮助下 汉文帝又干了三件镇骨朔金的事来 第一 在朝廷最重要的武门边建造五座地坛 为了让汉文帝更加信任自己 新元平开始装神弄鬼 一次在武门弄了武帝下凡的怪事 就后来汉文帝回忆说 他当时只看见路边站着五个穿着青黄黑赤白的人 只一恍惚间就不见了 文帝以为武帝真的下凡来了 也不管朝中文五百官 上朝方便不方便 在武门外筑起五座地坛 用猪、牛、羊、马等牲畜来祭祀 第二 改文帝前十七年为元年 汉始终称后元年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年份呢 这还得归功于新元平 新元平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汉文帝做出这样的惊世之举 太阳一天之中能两次直射大地 按他的话的意思 就是每天的太阳可以东边升上 然后东边落下 或者从西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了 这样荒谬的话连小学生也知其真伪 但那时已陷入魔道的汉文帝却信以为真 于是下诏改文 以顺天意 成为碑也 第三 在坟因建造庙宇 自从新元平在朝廷东南边花仲金 建造了一座公武帝祭祀的庙宇后 因为得到了汉文帝颁发的神仙许可证 一时间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新元平于是充分发挥经商的头脑 在他的提示下 汉文帝又在武门开了一家坟店 因为武门是朝着文武百官碧京之地 那里的五座神庙的生意 自然也火得不得了 新元平并没有因此就满足 他又建议汉文帝在坟饮的水上 在建造一座庙宇 理由是旷世之宝周鼎沉入似水多年了 他建坟因有金玉之气 想是周鼎又要重出江湖了 汉文帝问 周鼎不出 水与争风 新元平达 周鼎不出 庙宇先行 眼看左一个庙 右一个庙 东一个庙 西一个庙 上一个庙 下一个庙 这庙宇修得没完没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在朝中终于有人忍无可忍了 到汉文帝那里状告新元平了 罪名是 装神弄鬼 满嘴胡话 欺君网上 罪不可恕 汉文帝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杀人从魔道中清醒过来 于是沉默了多时的张世之该出场了 这个全国最高司法厅厅长兼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对新元平进行了突慎 新元平装神弄鬼有一套 但在张世之软硬监尸的突击下 他的心理防线立马便彻底崩溃了 如实交代了自己行骗的全过程 结果可想而知 新元平不但被砍了头 而且还累积到家族老小 正验证了一句古话 善恶到头中有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